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王禅老祖庙至圣 家此冠顶见太平 一两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与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拿莫无量寿妙之圣王禅老祖师尊 拿莫无量寿妙之圣王禅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 疫情大学 法师奖师代表 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 各位十方善知识 奎师年九九法会 谈上 中华民主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姓氏 列祖列宗 朱祖灵 及十方法界 三界万灵众等 今天呢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 讲解 王禅老祖 玄妙真经 王禅老祖 玄妙真经所开示的 虽然只是一部经 法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若是你悟了 满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法 都总归一心 有时候 有人问我说 一心在哪里? 一心 一心 这个心呢 是心脏 心脏 心脏还偏一边呢 还不是正中央 所以基督教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十到天心 到最后 他头还看下来 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呢 到家 到家 守一抱援 守一抱援 守的一是一个心 但佛家 合起来 何时 还是守着一个心 那么 那么 在太极 一 一心 一心 恶 恶 这三 中间是中道 所以 中道 中道 是一心 中道一心 不偏 不偏 永远 永远 永远跨在 善与恶的中间 也不择善 也不执着 恶 这就是 这就是一心 所以太极 我给各位 挂了一个中地 这就是一心 所以你看弯弯曲曲的 世上 大无其外的时候 你认了一个 一善一恶 一善一恶 你在坚持在中道的时候 你才能找到你的一心 好吗 就是中道 那 回归到这里 因羊 这羊 五十 因五十的时候 上面 五十 下面五十 中道 这一点是一心 这个叫做物己 物己 中乎 啊 这叫做一心 所以我们要在世界上 走一趟的世界 人生 不简单 我们既然都来到世界 你会碰到很多善与恶 生与死的问题 你生起烦恼 你就死掉 你的幸福 生起 你 罚喜 你就会 死掉烦恼 这都是一心 不执着忠 也不执着心 也不偏不倚 那就是一心 所以一心是无形无相的 那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极乐世界呢 达到完全快乐呢 你要能悟的话 你才是随时是很快乐的啦 这我们鼓励大家要学《易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嘛 若是你不研究《易经》 哪一个事情才对 哪一个事情才不能做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 所以《易经》是宗道 《易经》是天的心 大舞其外 细舞其内 包容一切 都在《易经》里面 若是要讲《易经》 十节 还讲不完 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 都有光明与黑暗 黑暗之中 究竟隐藏了什么天机呢 光明之中又隐藏什么天机呢 真的叫做不可说 也不可思议 尤其人有烦恼的时候 你放在脑海里面 在心中你的烦恼 没有办法去形容啊 所以老族啊 常常开示我们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不妨 先冷静下来 拿一部经起来读 起来读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你的心 曾经我们一个老信徒 他是兜愁善感的人 看到他家里的猫 不吃饭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流眼泪 他说猫啊 猫啊 你好不容易投胎 作为猫 在我家我能够关心你 我能帮你忙 但是你不吃饭是到底为什么 你也不会讲话 我也不会讲你的话 你也不会讲我的话 我的心就是我的心 你的心就是你的心 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 你现在什么烦恼 让你饭吃不下 嘿嘿 混吃没有 很流眼泪 他家里也养了一只狗狗 狗与猫从来是不合嘛 那狗与猫不合呢 他在那里又在眼流眼泪 所以他的老公看到他这样呢 气得半死把狗抓去送给人家 把猫把它放生了 他过了几天呢 就放下来了 叫什么 随眼啊 有一天听到一位 电视机的老师傅在讲 来到世间的事情你要随眼 原生而起 原进而灭 那么我们人也一样 夫妻也一样 原生为夫妻 原进喔 个人走了啦 好 原还没进 还要摸摸摸摸摸 摸不掉摸摸摸摸 但是你在很难过 所以我们要坚持你的一心 不偏不倚 确实不简单啦 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老信徒 他有很虔诚的拜 观灵菩萨 有一天 他有烦恼啊 然后就来我们宣伙 大雄宝殿 普遍呢 是一座观灵菩萨的圣像 他问我说 老师老师啊 我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讲话 他才会关心我 我都很简单嘛 你一般你的生活方式 再讲话这样就好了嘛 你不要拘泥什么形态啊 你将你的烦恼都一直讲 给观世音菩萨讲的听啦 你把观世音菩萨当为他是活的 老妈妈一样的 听你试苦啊 哦 他就好了 啊 香 点到 哦 就插了 钟鲁佑和长 一直观念菩萨讲讲讲讲讲讲啦 等下呢 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站起来 关心他 下了半时呢 哇哇叫 跑去办公室 说出观世音菩萨站起来了 好恐怖哦 他竟然会站起来呢 你不是喜欢观念菩萨关心你吗 你又矛盾了 观念菩萨站起来了 你又跑给观念菩萨追 那就是心 那就是从念而上 你的念头 所以我们心一念 没有弄清楚 念头 才有你用想象咯 心 永远是不动的 心 永远是不变的 心 永远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我们维心先师同修人 我一直要各位学习 我们研究 你要修行 要研究诸经的道理 你慢慢你会体悟 好 昨天呢 也跟各位讲到 我们诵经的功德 好我们的经 经文是光明面的是完全光明 光我们的光明性 所以你从这一点开始 当你用你的口 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耳朵 念更多的经的时候 你会往光明面 一直往上 往光明面 所以就为神 也为佛 好 为净土 好 当你 好 有烦恼 一直往悲伤去想的时候 你就往下醉 往下醉呢 你这一片就是地狱 为地狱 那你来的话 你烦恼越多 所以很多人 一直随随练 练过去的别人不对 练老公不好 练老婆不好 练儿子不孝 练媳妇不关心 练女婿很现实 练女儿咧 常常要回来家搬东西 嘿嘿 你就是还在练练练练 你就一直越下地狱去 黑暗的地狱往下醉 所以各位同修 有人问我说 哎呀舒服 我要去极肉世界怎么去 很简单 你坚持的 练阿弥陀佛 一直练阿弥陀佛 而且 你都看经文 你绝对可以到极肉世界去 若是 你一直 学学练 练一些 无关紧要了 你一直 计较你过去 我告诉你 一定 下地狱 就太极图 这张图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 上面 光明面 光明性 为天堂 这里为地狱 那么 当下 我们久久法会 好 我们攻射了 这么多的 好 我们的列祖列宗 朱祖灵 好 攻射了 这么多的 好 各位所要超度的 三界万灵 厌亲在祖等 你们 在灵魂界 虽然没有身体咯 但是我们有个念头 有念 你一直 念念 都在计较 想要报复 人世间的 一些过去猿丑的时候 你一定 越醉越深 就掉入 黑暗的地狱 若是 我们的 祖灵 你一直 念念的 佛的圣名 佛的圣号 或是上帝也好 耶稣 耶稣 耶佛法也好 阿拉也好 玉帝 王残老祖 土地公 你念一切圣神的 名号的时候 你就往天堂了啦 很简单 很简单 有一次 等到生病以后 听一位老师傅讲 要念佛 过去的都不管了啦 赶快念佛要紧 所以 他就买了一个 念珠 给他念 一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医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念佛 等到气断的时候 手还在动 他们子女以为 没有气 手还在动 那到底他爸爸也没有死 身体死咯 灵性没有死 所以你爸爸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啦 他就 还很怀疑 我爸爸 再生的时候 没有酒不好 没有这个 赌场他不赌 不叫他不赌啦 不酒他不喝啦 哦 这是这种的 但是 到老了 那段时间一直念佛 我告诉他 念佛一句 你会消掉很多很合杀手的罪业 练练的罪业 好啦 你回去 给你爸爸抱杯啦 抱抱呢 哦 他 就回去了 在爸爸的灵前 一直抱杯抱抱杯 很紧张 第二天 师父 我给我爸爸抱抱杯啦 为什么 你爸爸到极乐世界去了啦 拨不杯啦 他再回来告诉你 有啦 我去极乐 我现在在极乐世界 没有啦 不是这样啦 你要告诉你爸爸上香 说请观之音佛大慈悲 做主 阿弥陀佛加持 我要请问 我的爸爸 他是不是 有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喔 哦 我叫三天后的 现在 我要来求圣碑 他请爸爸呢 他能够回来到家里来 哦 他就按照三天后的今天 现在的时间呢 要抱杯了 啊 抱杯 今天 你三杯啦 哦 他很高兴耶 就知道爸爸 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第二天又来 跟我说师父 我爸爸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 对啦 人的最后那个念头 哦 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 不管爸爸妈妈 他有事业上的时候 过多烦恼 最后那一刹那很重要 哦 最后那一刹那 哦 他的念头很重要 如果是一个很孝顺的子女 你有那个心 要送自己的长上 长辈 祖先 能够往生净土的话 你也实时 你把祖先放在心中 放在心中呢 你一直练佛 一直有空就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声音一出来 哦 刚好 你的主口 声音从这里 一出来的时候 已经 这个念头 你的散念 开始 已经往光明面上面 一直上去了 没有 我一直 提醒我们有缘的 十方善诸师们 你们要懂得 修行里面的真实内涵 若是不懂的时候 你在文外 永远 是烦恼 所以今天要讲 阿弥陀经之前 将这些提供给各位 勉励各位 要注意 时时要练佛 那么 你要到极肉世界去 你务必要了解 为什么 会成就极肉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呢 所以 我们现在要继续为各位来讲 他的第十二愿 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肉世界 第十三个愿 愿大 你就大吧 我纵活时 是假令 十方构千亿世界中 诸天人民 以致愿会软动之列 接着为人 接着圆绝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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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善练 光明练细 一心 共欲计数 我查中人数 有几千亿万 有几千亿万 无有能知者 不得十愿 中无作活 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多大 我们四十八愿中 任何一位同修 十方善知识 你们拿着一条 选择一条愿 作为你日常生活 日常修行 日常动 放在心中你的愿力的时候 你也会到极肉世界去 你也会成就当下 你就在极肉世界的境界 因为阿弥陀佛心量那么大 包容那么大 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不是那么狭隘 所以修行人 你心量一定要宽广 你怎么宽广 你绝对没有办法宽广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知见 所以要各位 你绝这个四十八愿 你能坚持四十八愿 任何一个愿的时候 你的心量一定会很宽广 而且又会很长寿 我们有法师 原料法师的婆婆 知道她在七十几岁 我看她有一个劫难 我告诉她 你请你婆婆练四十八愿 活着大愿 四十八愿 早上起来就练四十八愿 她心量就会砸开来 会员受 几千万亿岁数 我们不是要几千万亿的年龄 而就是你的心量 所以她就很认真 早上起来她 不认识字 后来都认识字了 她就念四十八愿 念念念的 唤醒自己的觉性 你念念念的 会让你的祖灵 所以你过期生无量节来 宴亲宅祖祖灵 三界万灵 都会生法 就往神界佛界光明天界 那你的身体的细胞 就开始能量一直放光明 我们的细胞 有多少细胞 六十兆的细胞 你看不得了人啊 六十兆的细胞 都是有光 那你怎么样 让你六十兆细胞的光 有能量呢 所以一个人 你越练佛 越修行的时候 你的细胞能量 你就会越光明 身体就越健康 就越长寿嘛 这是一定的法则啦 希望各位 我们维新闲事同学们 你们 除了自己 要自己多练佛好 你不要说 我有跟他练佛了 佛他不会没有欠你练 而是自己修自己 庄严自己 成就自己啊 在第十三院呢 好 开始了非常好 假令 十方 够千亿 世界中 诸天人民 千亿的世界 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世界 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世界 宇宙恒河 杀数那么多那么多的 星星 一个星星一个世界啦 千亿世界中人民 好了 以至于宴会软冬之列 好 蚊蚁 蚊子 蚂蚁 狮生 各种的 动物 你看 有多少啊 算不完啦 光我们的身上 你要 万里有病出来 某一方生病 一个小瘤里面 一点点的脂肪瘤 哪边就有多少的细胞 最有多少的细菌 所以算不完的细菌太多太多 所以一个细菌也一个世界呢 一个细菌里面再细菌 有多少世界啊 所以几千亿的世界人民呢 以至宴会软冬之列 接着为人 所以各位同修 你要让 这些动物等等为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这个修行 你才能让你的动物为人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感恩 感恩 有的人说我钱买了我为什么要感恩 不是这么想 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天地 大地 还有耕种的农夫 各种各种各阶层的 人的分工合作 一口饭才能到你的口来 不是你钱买得到耶 我们要有这个智慧 以前日本要凑退的时候 在台中中华路 有一个案例 日本人他要回到日本去 那时候吃几乎很缺 物质很缺 所以日本人 当时他有一栋房子在中华路 他要走 他更加换一只鹅 一只鹅 只叫牙 一栋房子换一只鹅 那栋房子在我们台湾 十几年前 最贵的时候五千多万 你看现在一只鹅就五千多万 所以各位 我们吃这个食物的时候 我们都要心存感恩 不要说都是我钱买了 要教孩子 要学习感恩 若是你不会教孩子 用感恩的心 以后这个孩子 他的生活品质 做人品质不会很好 要注意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 以前大家穷了 怕了 现在穷有钱 就认钱不认人 六千不认的问题 一直在发生 常常 在一静下来 把整个中国大陆的人民 放在心中 来 来 关心 来 观想 来 来 关照 一个大问题 下一代的 六千不认的 太多太多 很恐怖耶 这些 只有重视 我有钱 有钱 就好 这未来 中华 民主 整个的危机又会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 农天护华 能够加持 我们也希望世界 任何一个国度的人民 全能够养葬 天威 诸佛菩萨 上帝的加持 都能够渐渐的心开意结 从治恩感恩开始 好 那 我们现在再来 阿弥陀佛也慈悲啦 他呢 把动物 让他转化为人 也能够听经文法 那我们现在再看第十四院 我奏佛时啦 我擦终 恨人寿命 皆无央素杰 无有能知 能计知其素者 不得是愿 终不祝活 法葬比丘 法葬比丘 法祝宴 所以 若是他做佛了以后 在他的国土中 有无量无边的人 人 或是众生众物 尤其是人的受病 皆无量素杰 受数是没有办法算的啦 好 几千万亿的人 岁数 所以有些人问了说 师父你的几岁 我今年就七十一而已啊 但是过去到现在来 我不知道我几岁 我这一生脱胎这个车子呢 我已经很感恩我的父母给我这部车子还不错 哎 用了七十一年还可以啊 但是 我的寿司 是无羊素 你也一样 无羊素 羊 就是心 羊 是物极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 这个光呢 就有如太阳 晃出的光 你没有办法算的啦 所以我们人的生命 你说几岁 没有办法算 那我们又回归到极肉世界去了 我们的寿司 不是世间人说 哎呦 几百岁 几百岁还是未死 啊 我都说我们 回归自己灵性的时候 你就悟哦 我们的寿司 太长太长 世间之事 一转脸之间 就没有了 世间的寿司是有限的啦 哎 有时早上 我在天壇 啊 啊 跟我们 这 郑松寒弟子 啊 在 啊 在 在 在拜 老祖拜佛的时候 啊 我们 一直谈心之后 聊到 聊到 持有族 皇帝 炎帝族 虽然三族 五千年了 站在我们心中呢 好像很快就到了 五千年也是在眼前 沙拉之间 就五千年了啦 哎 这个很妙耶 我曾经 在我爸爸 已经九十四岁了 那时候 身体不好 他说哎哟 记得小时候 在挑 香蕉做工作的时候 还有那么大的力气 怎么现在没有力气了 好像昨天的事 昨天那么有力 今天怎么这么没有力 我说爸爸 你九十四岁了 嘞 啊 他说 很快啊 奇怪 人一生长那么快 九十几岁了 好像在眼前而已啊 所以各位啊 我们的心 永远跨越时空 我们的身体 虽然 每天 跌跌撞撞 跌跌倒倒 啊 颠倒梦想 那么多 难过 冠冠难过 冠冠过 一年就过去了啦 所以各位 我们要学习把握当下啦 啊 学习 要知道练佛 当你知道练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命是永恒 啊 你的佛是谁 阿弥陀 我们的灵性 就阿弥陀 所以你认阿弥陀佛 就无量寿解 无量寿解 无量寿解 你的灵性 就知道那么 久远的寿解 所以才成为 啊 无量寿佛 那么今天 我们 九九法会 啊 啊 开始 那么无量寿 只有妙智 啊 妙智就是智慧 就胜着 就是王产老祖 啊 所以我们 每个人 受识都无量 啊 那 你悟到这里的时候 那我们 一定 会觉得 人生 很快乐 觉得 人生 受识 真的无量 难怪 孔子他悟到了说 无道 亦以贯之 道 是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 亦以贯之 是无量寿 啊 你若是知道 这个法则的时候 你实时 就可以 新装潢 新风貌 新体验 好 把握 任了一个时间 啊 任了一个时刻 啊 趁着 还有这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 你是来世间体验人生的啦 啊 体验 生一死 生起信心 死掉烦恼 身体烦恼 就死掉 死掉了幸福 照着生死问题 你悟到的时候 你会 改变你的 今后的 人生观 啊 啊 啊 所以我们的寿命 无恙事劫 一劫一千年 啊 无恙事劫 我们的寿命 那真的不知道有多长了啦 啊 啊 无有能知者 其事者 不得 寿愿中不作 我 每个人 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啊 你 都有那个智慧 啊 有这个智慧呢 啊 若是没有做智慧 绝对 是 法杖比丘 他不做佛 你看 我们到极乐世界 有这么四十八条的好处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那边呢 我们要在世间上恩恩怨恋斗斗斗斗斗 好 那以后我们再来谈啊 好 再来 第十五愿 第十五愿 我做佛时啊 我擦中人所受的快乐 一如漏尽比丘 不得寿愿中不作佛 一如漏尽比丘 这是没有烦恼了啦 缺点都没有了 叫漏尽啊 没有世间的烦恼 这是漏尽 已经进了 好 你 人的一生 烦恼确实不简单 可以度过 时时刻刻都有烦恼 等一下肚子痛 等一下头痛 等一下牙齿痛 等一下眼睛痛 哎呀 怎么样都是 都有烦恼呢 所以漏尽 就是缺点 就没有了 有时候 我们想一想 人什么时候才没有烦恼 真的烦恼很多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 啊 老叔啊 我这一生 我很满足了 我 我 钱也有咯 名也都享受过咯 啊 名 以利 子女 什么都有咯 啊 我就没有 什么遗憾咯 所以我走咯 会很自在 那我说老先生 你要回去哪里咯 啊 我要去佛那边啊 佛在哪里 也在天边 近在眼前 是不是 对啊 也在天边 但是你要往哪边走 佛那边有什么瑞相 哦 谁叫老先生 突然间烦恼咯 对啊 我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不知道阿弥陀佛的世界 等于说台北很好 你不知道台北怎么走 台北到哪里去啊 啊 啊 我们走啊 只知道台北 也许你搭错搭错咯 搭到南部去了 也不一定 搭到花莲里面去 也不一定啊 所以必须要先有做智慧啦 知道 极乐世界怎么去 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 你在世间 你一定要先自我接受这个教育 自己先了解 所以这位老先生啊 回去了 就去找他 儿子的师父啊 儿子师父慈悲高佛阿弥陀佛经 他讲一遍阿弥陀佛经给他听 带着他儿子去找他的师父 因为这位先生 明里什么都享受过 做的很好啊 好事做的很多嘛 一面听听听听 有道理 那我回去 回家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了 那位师父啊 对啊 招文道细时可以啊 真的回去了 好 告诉他儿子 晚上你不要吵我 我要好好睡一觉 他儿子也是很慈悲 好啊 爸爸 我就不吵你 以前都会去 门打开你看一看 因为他也七八十岁了嘛 早上起来 奇怪 他爸爸怎么没有开门啊 去看喔 他爸爸只能走了 照文道细时可以啊 所以 我们 你要 到哪里去 一定要了解 路怎么走 比如说 我的妈妈 八十十岁 她就中风嘛 中风 在 医院里面 我去看了妈妈 你世间的业力已经圆满了啦 阿弥陀佛 那里 我讲给你听 阿弥陀经 那里 阿弥陀佛 那里有很多好处 你这个 你听懂吗 动讨 听懂 那好了 妈妈 你自己选择啊 你要住在下来 要住下来 若是要走 你自己选择 因为 极乐世界 在你的心中 已经建立起来了 啊 我妈妈呢 他点头点点 第二天 早上 啊 九点多 啪 就走了嘛 所以我们 你要到哪里去 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经典都有讲嘛 那么有的人说 哎呀 叔父 你修到家了 为什么到活家 到家 活家 不婚啊 你不要在那边 再婚你我 你执着哪里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去不了 你知道哪里 你就源头从那里来 这段时间的事情 都是一过一年 在续言而已啊 啊 有的续长元 有的续近年 所以太极图里面 也已经告诉我们 寥寥分明嘛 这就是人生嘛 人生 你一边走 一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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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到哪里 都在续言 当你有悟的时候 你知道 一切要修行的时候 你就一直走上去 你真的是智慧 你知道一切道法 无论佛道 佛的法门 道的法门 圣的法门 上帝都好 你这样的光明 从光明的念头 好事多想 你好事做是应该的 那当你 你的念头 念念光明 都想好事 不要去 到年纪来了 你敢的万谈别人 没有用 你一直万谈的局 越醉越春 你结果醉到俱欲 你上不了 所以我们上年纪的人 注意 你都要从善恋去 开始去行 你善恋一开始 你到最后来 你的烦恼就少了 烦恼少了 到这顶点 你就一朝直上 就成佛 成圣 成圣 成贤 这是普遍的真理 刚才说这位先生 他练佛练得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阿弥陀佛世界是怎么样 我们希望各位前世同修 你的家人 亲朋好友 你帮他忙的时候 为他说 道德法 是最慈悲的上圣心法 沈丹佛说 诸佛莫作众善奉行 我们坏事做尽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在迷你状态的时候 你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你 过去像这个 过去很多黑暗的想法 贪嗔痴恨怨的 你就一定会坠下来 做这个地狱 你就上不了 那只有一直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能原谅别人的 尽量原谅别人 该道歉的人就要去道歉 最后你走了很快乐 不相信 你们试看看 这个就是阿弥陀经 法障彼丘 他为每个人说的法 这个愿是为各位 每个人代替各位 来发这个愿的 所以 这个时候我擦中 人所受的快乐 一如露尽比丘 不得誓愿 就是我们大家有空念佛嘛 你念佛很快乐 好事多做 你会很快乐 你能快乐 真的有修行 最快乐 不是说有钱人最快乐 有钱很重要 但是 有钱并不代表 我们会很快乐 所以 你要 来到世间走一趟以前 佛已经在天上界 或是 道主 在天上界 都已经春春教会了 大家 有缘的 就告诉我 来世间 可以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什么方法 你要学习一切法 知一些法 到最后来 你要到哪里回去 你自己寥寥不明 自己选择了 祝福各位 我小伙子 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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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